日前网传李宇春病情严重 一度需要靠轮椅出行 引发网友热议 在舆论愈发汹涌时 李宇春的父亲终于正面回应 2022年8月 李宇春加盟了我的青铜时代第二季 这是一档人文深度访谈节目 李宇春作为节目的固定嘉宾之一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强制性脊柱炎 变现身说法 自曝自己也患上此病 并详细介绍了患病时的感受 他用实话形容患病时的感受 称自己没有办法躺住 没有办法睡觉 但自己又那么喜欢睡觉 因此十分痛苦 李宇春自曝患病后 引发网友热议 他患上的患上强制性脊柱炎 虽然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但还不至于危机生命 日常出行也完全用不上轮椅 但被有心之人刻意扭曲 却变得十分糟糕 有媒体发出一段话称 世界上最贵的品牌汽车 躺在我的车库里 但我必须坐在轮椅上 我的房子里到处都是名牌衣服和鞋子 但我的身体却被医院的白床单覆盖着 这段话放在李宇春换上强制性脊柱炎的标题下面 很多人都以为是李宇春所说 其实这是世界著名时装设计师临终前的一段话 此外媒体还晒出李宇春躺在轮椅上的照片 渲染其病情已经严重到需要轮椅出行 随后这张照片被扒出是李宇春参加 我就是演员李出演《无名之辈》中的造型需要 在铺天盖地的报道和渲染下 很多人都以为李宇春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网友表示 这件事情真的越来越离谱 而且传得特别广 广到我爸妈分别来跟我说 李宇春得了很严重的病 该网友称自己的母亲在家刷短视频 结果五条里面有三条都是关于李宇春的病情 传播面非常广 自曝病情本就出自李宇春之口 加上不见其正面回应 网友很容易被有心之人带偏 在舆论愈发汹涌之时 李宇春的父亲终于正面回应了此事 29日 李宇春的父亲表示 没有网上传得那么严重 春春现在一切都好 以正常参加各种演出 25日 歌手张小厚也晒出了和李宇春的合影 赞其 活力的春魅力满分 合影中李宇春穿着绿色西装套装 战姿力挺 状态十分好 完全不像是患病的模样 而他身后的logo显示 这是我们民谣2022的录制现场 这档综艺是爱奇艺剧乐队的夏天 中国新说唱之后推出的全新音宗 于10月份开始录制 节目你要三十足老中新民谣歌手 李宇春则是常驻嘉宾 李宇春本人也转发了张小厚的合影 还不忘调侃一番 十分有趣 粉丝则评论区留言 我觉得你得发张自拍安慰下你的粉丝 其他粉丝也表示负荷 不难看出 粉丝对于李宇春的身体状况也十分担忧 如今看到他无视自视十分宽慰 不过李宇春的病情虽不是外界说的那么严重 但患病时也十分辛苦 娱乐圈自爆患上此病的还有周杰伦和张嘉义 他们也一直凭借顽强的毅力坚持着 部分媒体的渲染虽然夸张 但有一点他们没有说错 那就是每个人都一定要保护身体 活在当下